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当我们进入到了电动车的时代 驾驶爱好者怎么办 电动性能车还有发展的必要吗 这次去猪洲比赛 我借来了一台EQE53 AMG来找找感觉 好 现在我们是在去猪洲国际赛事场的路上 准备这个周末的比赛 然后这台车开起来两个真的不会错过 第一个是一台梅塞德斯奔驰 第二个就是台AMG 梅塞德斯奔驰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 就是它正常的这样一个豪华的感受 而且刚才我在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内容之前 我先是在后排其实办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 虽然这是一个EQE 是一个E级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 但它的后排已经足够足够大了 一个三米一的轴距已经是非常辽阔了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空间的体验上 并没有比EQS要逊色多少 然后这台车呢 从整个的这种配置的感觉 尤其是在驾驶的硬件上 基本上EQS53有的硬件 这台车已经全部都有了 然后难以错过的AMG 现在你感觉不到 因为这台车还是很甜美 很顺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虽然你可以看到非常战舰范的这个方向盘 红色的缝线这样一些战斗的元素都在啊 但是你稍微调整一下感觉 S加 好声音先造起来 虽然电车的重量会更重 操控确实要比轻的汽油车要弱一些 但是不能错过其他加速的感觉 就是肉眼可见的 直接就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你看边上还有高性能旅行车在我边上跟着 但是他们根本不可能追着上 因为就这个反应 就 你没法打的 等你汽油车降完档 涡轮起完压 引擎到了发力的转速区间 电车已经走了 然后在整个操控的过程中 当然这台车给我的感觉就是上来非常明显 第一个就是悬架特别的厚实厚重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悬架特别壮 这种车重也会在行驶过程给你带来一种很强的分量感 然后再配合上那种细腻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很高质感的指震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再另外一个印象就是 这台车并没有我想象中开起来那种尺寸感那么大那么强 第一个它后轮转向 所以你在低速的时候 你不管是转弯还是停车 负担其实是很小的 然后再一点就是可能之前EQS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 它操控又好但是你明显可以感觉到它是一台很大的车 这台车体量感会让我觉得小一些 这也是豪华品牌里面的高性能电车 我觉得尺寸上相对来说比较运动化的一台车 这种变现的感觉 贼灵活还贼稳定 真的这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这样一种驾驶感受 因为通常你要么就是特别稳 要么就特别贼 然后你就给人感觉好像怕怕的 就感觉这车好像随时要失控这种感觉 这台车就是兼顾了两头的非常好的东西 既灵活既积极 同时又给你十足的这样的一个稳定感 那我相信一会儿去到赛道上 这台车的操控会是非常有意思 好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封闭的场地 这是一个赛车场 但是是卡丁车场 所以其实弯道特别急 赛道特别窄 对于这样的中型的EQE的这样的车型来讲 还是比较紧的 现在有一个短直线 我们先来试一下这台车的一个弹射起步的模式 在弹射模式下 687匹的马力和1000牛米的峰值的扭矩 0到100 3.8秒 好 我们来试一下 车又抖起来了开始 这么短的直线 我已经看到表上已经是三位数了 已经破百了 这个弹射的感觉 而且这台车跟这台EQS一样 就它很去营造那种剧场的感觉 这EQS也是 就是你在弹射模式下 这个车就感觉 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是避震器也好 还是真的是机械的这些硬件也好 还是比如说 做一些震动也好 就是它会给到你一些vibration 然后你会感觉配合着它这个声效 你感觉像是在一个科幻片里面 来做一些机内驾驶这样的一个感觉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走起来 我可以感觉到车尾 挺灵活的 车尾直接就来 这么短的赛道 我来尝试一下 车是重的 但是请你稍微摸一摸它的脾气 你大概知道这些车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你可以配合着刹车 一边给油门一边给刹车 它就可以用一个很小的转弯半径 就让车就动起来了 这是我刚刚路上说的我的一个预判 因为这一QS就是这样 你想抓地就抓地 你想让车动 你可以用方向让车动 你也可以让车用这种动力的形式 让它以一个更后驱的方式 来进行一个旋转上也好 驾驶上也好的这样的一个跟进 因为这台车在S加的模式下 它的电机会把更多的输出放到后轮 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前小电机 后大电机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所以它虽然是四驱 但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偏向于后驱的 这样的一个设定 有点mad 我的天哪 简直你感觉这车是不是应该掉头了 但它还是没有 你看我来重心转移的时候 哇 这么窄的赛道 它依然可以做到 你重心转移把车给转进去 所以你感觉这台车确实分量是有的 但你可以感觉到AMG做了很好的工作 就这台车它不是一个只推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可以通过它的非常聪明的四驱的系统 包括后轮转向 包括一些悬架防轻杆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 能够让这台车去成为一个更有驾驶乐趣 更能够符合驾驶者操控意志的这样的一台车 那么在电车时代 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一种风格 因为你不太可能去拿到那种特别灵巧的 你说像是一个小跑车一样 不太可能 但是它依然具备我一直说的 性能车应该所拥有的那种跟驾驶者交流 就是我想要什么 我的输入你必须得给我一个响应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积极的响应 那么这台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还是很带劲的 别管是赛车场卡丁车场飘就完了 别管是电动车还是汽油机 AMG还是AMG 那今天整天的体验 高速上舒适这种感觉 然后在赛道上这种激烈的状态 确实现在的电动车 没有办法在赛道上去达到汽油车 那种相对轻巧的更加灵活的驾驶感受 但是电车有它的优势 它的科技 它更多的这种主动的动态的性能的这样一些配置 以及非常蛮横的扭矩顺时的这种动力的响应 也给它带来了这个时代下性能车的这样一个特色 我就在赛道上 你说电动车要去做出一个超跑一样那种最为硬核 最为顶尖的操控感受 还是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在日常的用车的条件下 电动的性能车依然非常有意义 这台EQE的53 我觉得也给到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是为了尽力的这是让我们来信任的 订阅 是为了尽力的 我们来信任的 我们该信任的 我们来信任的 所以个人 看来信任的